随着我国进入高警戒解封第三阶段 教育部将在六月假期结束后 逐步让学生返校上课 到下个月的六号 所有年级的学生会全面回校上课 高等教育学府也将增加能够回校上课的人数 教育部文告指出 除了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学生 将在开学后第一个星期继续居家学习外 其他年级的学生在假期结束后 可分批回校上课 也就是说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 中三到中五 以及所有初级学院和立人高中的学生 将从六月二十八号学校开学后回校上课 中一和中二的学生 则将居家学习三天直到六月三十号 并在七月一号回校上课 教育部幼儿园和学校内的学生托管中心 将从六月二十八号起全面开放 从第三个学期开始 教育部将按需求安排特别教育学校的学生 错开时间回校上课 并在七月六号全面回校上课 高等教育学府也会逐步增加 能够回校上课的学生人数 从下个星期一起 线上的小组课或辅导课 也可恢复到校园内进行 现场考试也能继续进行 不过每个场地不能超过五十人 人数超过五十人的课程及讲堂课 则需要继续在线上进行 文告也说所有教育机构 都必须继续遵循安全管理措施 以确保学生和职员的安全 文告